中国古代的四大败家娘们,位列第一的究竟是谁? 导读中国古代的四大败家娘们,位列第一的究竟是谁?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下,女生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一直以来 她们就似乎在传统接代这一件事情上有点作用其他的, 就是接受各种的束缚,但是在中国古代上也是有一些败家娘们的, 不仅是红颜祸水,还是祸国殃民,那么他们就竟是谁呢? 我们看一下包子。 烽火系诸侯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这周幽昂,为了博取她一笑居然闹出这样的, 笑话这可是拿着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在开玩笑的打击, 这个就是福利经的代,名词这本来就是夏朝出征时候, 带回来战利品之后,夏节就迷上她了什么话, 都是听她的,慢慢的这个王朝也就没落下去了杨贵妃这个人物, 相信很多人都是会知道的。 这本来是唐玄宗的儿媳妇,没有想到, 这没有多久就成为了媳妇, 这开始唐代就慢慢的衰落千天就是和杨贵妃嬉戏国事都荒废了, 特别就是任用杨国中这一时间朝廷上乌黑瘴气的慈禧太后, 这个可是离现代最近的一位了是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女强人之一, 她为了修夷和缘,居然挪用北洋军队的银子和使戒宣战。